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在影哲里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 尤其听到雷声赶快跑到找到可以安全躲避的地方 那么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 在我们中美部地区就是高温闷热的天气 尤其吹西南风的时候 我们北部跟东部的话算是被封测 所以是相当的热 要记得防热伤害 如果感觉身体不是的时候 赶快找到可以稍微遮阴的地方休息一下 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叮咛的是 高湿的环境之下是比较有利于苦瓜 各类病害的伸展跟传播 所以提醒农与我们要小心防范 加强田间的观测 所以高湿的环境上 这几天的话就是我们中南部地区 因为是阴风面 所以这个可能会比较潮湿一间 比较容易下雨 另外在我们的中北部地区的话 是山区比较容易 有午后雷震也要留意 在中午过后是湿路稍微比较偏高 那么另外就是世家 可以看到夏季高温 容易导致凤梨世家采前落过 采后裂过 所以建议农友们要进行产期的调整 调节修剪 那么将产期控制在冬季 以确保它的产量跟它的品质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来留意 这两种冬作物 那么从天气预测的图上面可以看到 未来几天天气要特别的 就是西南风味下温的增强 其实我们台湾目前还是在 季风低压的范围里面 季风低压的范围其实还蛮大的 就是目前强风轴就是容易下雨的地方 风数比较大 水气比较多 容易下雨的地方 在菲律宾的东北方可以看到 这一条就是最容易下雨的地方 风数最强就是强风轴的地方 那么我们台湾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有这个天气相当的不稳定 比较容易下雨 只是说它目前实际上比较偏东边 但是未来几天有稍微的 往这个西边跟北边 这个偏移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礼拜四的时候 在这个我们台湾附近的西南风 就会稍微的增强 包含菲律宾的这个西方的海面 那么台湾这附近的话呢 都会变成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降雨会稍微的增加 那么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也是类似 甚至西南风又变得更强了 所以我们中南部的需要特别注意 天气会变得更加的这个不稳定 另外到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 持续有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未来几天要特别注意哦 就是西南风强风轴 稍微的往西边 往北边偏移 比较靠近我们台湾了 中南部隐风面要特别注意 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会更加的潮湿 比较容易下雨 要特别当心 北部跟东北部的话 也要留意这个午后的一阵雨 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所以容易下雨的地方的话 跟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最主要中南部的话 其实整天都有下雨的机会 只是说在中午过后的话呢 是比较容易在山区 有下雨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北部跟东北部 是比较容易有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从未来四天的 这个降雨的预测图 可以更明显的看到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比较容易下雨 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一样这么的山区 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沿海呢 是整天都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那么其中可以看到 水汽最多降雨趋势 最明显的时间 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 礼拜六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会稍微的减弱 但是还有一些变数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从 这个数值模式的预测图上面 可以看到其实礼拜六 可能这个西南风也还是蛮强的 所以礼拜六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 大概礼拜四礼拜五水汽量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所以天气会有一些变化 看一下这个风力跟浪晃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要特别注意的是 俄网比附近是大浪 那么其他地方的话 除了宜兰跟这个成功台东附近 是小浪之外 包括花莲 彭家宇 新竹 还有东石的话呢 都是中浪 另外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离外岛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要特别注意的是 绿岛蓝宇是大浪 其他地方钓鱼台 马祖 金门 盆湖都是中浪 另外来看一下 在这个潮汐的预报的话呢 目前全台湾都是中潮 在这个离外岛部分的话呢 金门 金湖 这边是大潮 其他地方像 连江县 就是马祖 还有兰宇 跟澎湖的话是中潮 接下来看一下 在这个温度的部分 明天中午的高温 跟今天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南投跟台中 稍微降个两度左右 没有那么热了 那么在什么 中南部跟这个东部的话呢 台东反而是往上升了一度 因为台东其实是有点在 西南风的这个 被封测的地方 但是在银峰面的地方 像是屏东 台南 嘉义县市跟彰化 云林的话 其实有降一到两度 所以明天中午跟今天比较起来 有稍微的往下降了一些些 那来看一下 未来一周的温度趋势 北部的话 低温是27度 中午高温34到37度 其中礼拜五之前 是特别的炎热 中午高温都有36到37度 在南部的话 低温是大概26到28度 在中午高温的话 大概在28到31度 礼拜五 礼拜六 有稍微的往下降了一些 所以提醒大家外景 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南风 这个可能会稍微的增强 那么降雨也会稍微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电池的变化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业气象 明天再见